世界要来关心到的是 好莱坞隐心强尼代普 跟前妻安伯赫德的官司 经过了长达六周的庭讯审理 在一号审议的结果出炉 法院裁定强尼代普胜诉 安伯需要支付大约三亿台币的 赔偿金给强尼代普 而外界认为说 安伯输掉这场官司的关键原因是 陪审团认定 安伯指控强尼代普对他的家暴案 并没有办法提供有利试证 强尼代普跟前妻安伯赫德 互控诽谤官司 判决结果出炉 陪审团认为 强哥控告前期安伯诽谤的 七项要件全都成立 相反的安伯反控强哥诽谤的 三项要件并非全部成立 法院判决强哥胜诉 从聆听判决到不出法庭 安伯都面无表情 不发一语 唯一明显的肢体动作 就是在法庭上跟律师相互拥抱致意 陪审团认定 安伯指控强哥对他家暴 却无法提供有利试证 必须赔偿对方 经过折冲 安伯需支付强哥 1035万美元大约3亿台币的赔偿金 但安伯也没全输 法院判决强哥的前律师对安伯构成诽谤 强哥需支付安伯200万美元 大约5800万台币的赔偿金 本人没到庭听判的强哥发声明表示 六年前到现在 他跟他周遭亲友的生活 全都因安伯而改变 如今陪审团将他的人生还给了他 安伯也发声明表示 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感到失望和心碎 时代倒退到一个为自己发声的女子 却被公开羞辱的年代 刘永伟编译